大腸癌在全球上的趨勢都在上升 在香港大腸癌也是第一名 如果看死亡率,大腸癌是排第二 僅次於肺癌 有沒有年輕化呢? 因為現在篩查越來越多 而且醫療越來越發達 所以現在發現有部份病人都很年輕 二十多歲,甚至最年輕的十多歲 十多歲當然是遺傳基因的問題 二十多、三十歲的病人都常見 飲食習慣最大的問題 就是西方飲食習慣 因為西方飲食習慣是多肉,多carpohadry,小菜 導致排便的功能變差 所以食物消化之後 大腸的時間會變長 所以導致大腸癌的風險越來越高 這就是西方飲食慣 除了飲食慣外 另外就是肺癌的供應 即是基因導致生大腸癌的風險 以及食煙飲食的習慣 其他不留事後的食煙等 都會增加大腸癌的風險 大腸癌對醫治其他長度疾病都很重要 即是有一類病人是有原發性的大腸癌 結直腸癌或結腸癌 這類病人是因為我們的白血球 會攻擊大腸的黏膜 跟你的類風濕關節不一樣 即是白血球攻擊身體某的器官 這類病人的症狀都會很痛 或者大便很碎 甚至嚴重的病人會窩血 如果這些病人要發覺早 才可以避免惡化下去 在大腸的檢查都可以檢查這些 另外應用的方法 例如有些人是大腸流血 我們會做大腸鏡看看 因為有時有些填膝病 即是大腸不能直的 他們有些泡泡仔生出來 因為裡面的壓力太高 即是像我們吹氣球一樣 拿著的氣球會有個泡泡仔生出來 這個是填膝病 即是大腸有很多這樣的空間 積著大腸進去 在裡面有時發炎或某些原因去流血 我們可以做大腸鏡 將填膝流血 那個填膝把填膝夾住去刺血 另外有些人急性的穴腸 因為穴腸即是大腸 會這樣轉下來那個位 有個轉彎的位 有長期便秘 導致那個轉彎的位 越來越大 有時會自己扭轉 導致腸塞進來 這些我們可以做大腸鏡 幫它吸氣 讓它可以反轉 即是 untwist 了去 讓它鬆回 可以排便 這個是大腸鏡的治療方法 例如你的腫瘤 塞住了 例如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腫瘤 到有一天去腸塞 腸塞的時候 腫瘤塞住了大便 出不來 如果不是完全塞住 塞住了九成 那上面的大便 出不來 我們可以用大腸鏡 就幫它放金屬支架 撐開它 讓它通了大便出來 繼而 遲下等它大腸 腸塞的 element 即是腸塞的問題 解決了之後 等腸正常的尺寸 才幫它做到腸切除 有什麼好處呢 可以做完切除之後 即時幫它獲回腸 因為如果不是 你腸塞的時候 做手術 因為它的血氣不好 你即時薄下 滑溜的機會很高 所以如果是即時要做手術 腸塞到很緊要的時候 做手術 通常就要做一個做口 在那裡 那就帶便由做口 就出來了 所以如果說 譬如有些人帶便 因為腫瘤 而導致大腸堵塞了 可以用內窺鏡 即是大腸鏡 放肢甲進去 幫它通了 繼而遲下 可以幫它做手術 雙手術 此起 雙手術 未必會被善 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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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